请你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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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正在路上 小曼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夏川少大关心 这能谁干的 太狠了吧 只要没有白铃喊一嗓子 我们俩都得被炸成入将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给你们一个交代 还有 今天我们结获了一份 军统除奸行动的情报 军统除奸 除谁啊 你 田小满 还有白铃 这情报什么时候讲话的 就在今天傍晚 那他们的行动也太快了吧 田队长不相信 我觉得有可能是其他人干的 我们的行踪 对方好像很了解 你什么意思 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真心请你们吃饭的 再说我跟你坐在同辆车上呢 还有 事发之后呢 那么快就来到了现场 这也太巧了 什么意思 这也太巧了 她想要真心 我仔细检查过了 确实是郡州的人干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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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小马 你不要丢下我 小马 不行了 撤了吧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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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留下我 你快去跟着一下 快去 你快走 快走 快走 谢谢你 好 快走 那是她里面了 伙伍是她我 曾经 我感召你 那是她的 我说我如果有来生 我的意念画成一座神剑小屋 但那时你来做我的新娘 可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白龙 你必须活下去 为了我 为了所有关心的人 你一定要坚强 好好地活下去 小龙 我怕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求你 快 尽力抢走 还有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我们就当面把他说清楚 你们搞假爱莎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白灵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他要是五个三肠两肚 我跟你们没完 小白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有这么跟朋友说话的吗 朋友 就是因为你们也抗日 你们让我帮他弄情报我也弄了 可是你们不能过河拆桥啊 你们是在珍惜靠日吗 太悲定了 你们处处提防我 自己人杀自己人 这种脏事 也只有你们军统能干得出来 小白 你别激动 咱们有话好好说吗 没什么好说的 我警告你 这种事要是再发生一次 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崩了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田小满是个雷 先闻闻再说吧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白灵 不知道他能不能 渡过这个门关呢 你还记得你姓什么 叫什么 家住哪里吗 那么这三位 你认识哪位 不认识 我肚饿了 我要回家 我想吃面 白服做的炸家面可好吃了 我送你回去 你先别动 我送你回去 两位长官 病人需要休息 不要跟他做太多交流 你们先出去吧 请 来 请 护士小姐记得给我拿鞋啊 请 大夫 白灵到底怎么样 目前病人神志虽然清醒 但是记忆出现了问题 我们从他脑部 取出了两块碎玻璃 这两块碎玻璃 做爱了他的记忆神经 这就是医学界所说的 失忆症 那这种病能恢复吗 也许两三天 也许两三年 也许会更久 那么接下来的康复工作 就只有交给你们了 小船少总 我来康复白灵吧 负责唤醒他的记忆 他比较信任我 你可拉倒吧 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 谈不上什么信任不信任的 那就有劳前夫队长 前夫队长 今晚由你来看过 没问题 田队长 你放心 我会派人保护你们三个的 那就听夏川少总的安排 好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白灵暂时我来看护 是 菜山 把手 没事 开 我 给你 打 我 我 你 小船 我 哪 你 我 我 你 刀不明了 在白玲的病房装上窃听器 我倒是要看看 它到底是真的事宜 还是假的事宜 明白 看来这回 该轮到田小满 跟钱一飞 上蹿下跳 没想到这次军统艾伤 反倒是因火得福 说什么风凉话 不是吗 你跟白玲感情在身 他也不记得了 你就幸灾了后 其实白玲能够忘掉 以前的痛苦经历 也算是一种解脱 怎么 对于白玲而言 你我都是陌生人 所以说路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 小佐 白玲病房的窃听器 已经安装好了 好 我知道了 走 别下手 怎么样 还行 田队长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那那田队长说了 白玲 这个白玲 需要休息 准备这些 去啊 去啊 开个玩意 你是谁 白领 我是小婉 你干什么 跑到我房间干什么 别别 白领你别激动 我不会伤害你的 那你这么晚到我房间干什么 你出去 你再不出去就喊人了 你听我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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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好 我不靠近你 你冷静点好吗 白领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田小满啊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是很深厚的 我不记得了 你再仔细看看我 你看看我的脸 你看看我的样子 你再努力回忆一下 你搞什么名堂 给我出去 再不出去会喊人了 完了 陈队长 陈队长 还没有休息啊 辛苦了啊 好好好 记住 我不是坏人 外面那个 他真的不是好东西 我懒得理他 要躲他先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好吗 有情况吗 没没没没情况 没情况 这这这这 这这这 嫂子正在过 甜蜜的生活 哈哈哈哈 天啊 哎 这这这这这这这 咋不用说呢 这这这两个队长 你哪个得罪得起 完了 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休息啊 这样对身体可不好 你知道吗 这次昏迷可吓死我了 你现在好点了吗 你是谁啊 我是你男朋友 我是你的未婚夫啊 你怎么不记得我了呢 你忘了谁 你也不能忘了我呀 男朋友 你别害怕 灵儿 我不是坏人 我真的是你男朋友 你的未婚夫 你不记得了吗 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咱们都已经败了糖了 只是因为日本人打了进来 我们才暂时没有成亲 后来 咱们两个一同进了县政府工作 你做了书记员 我做了真机队的副队长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两个关系一直特别亲密 特别好 县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说 咱们是郎才女貌 听声一对 在你手上之前 你都想向上级请示打报告 想早日跟我完婚 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呢 你都忘了吗 那 那个田小满是谁啊 田小满 她是个大坏蛋 她是咱们余田正的恶霸 她一直想欺负你 想要霸占你 可是你只喜欢我 根本不喜欢她 你知道吗 在咱们拜堂之前 她要想要抢亲 她逼得你了跳牙了 包括这一次 你受伤都是她害的 她连累的 是我及时把你背到了医院 保住了一条性命 你是她吗 灵儿 我这次真的 我特别害怕 我真的害怕失去你 那 我爹娘呢 我都住院几天了 他们怎么不来看我 伯父 伯母 伯父 伯母 对不起 对不起 灵儿 都怪我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他们 伯父 伯母 毕竟去世 我爹问你 我爹娘 是怎么死的 是天小满 都是天小满给害死的 是他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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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干什么 少佐让我保护他 我没想到 玟儿 这 天小满 我们俩之前美好的感情 生活吗 少总 要不这样吧 您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白灵许给我得了 白灵到底是不是真的失忆 这事你总得弄明白了吧 那我又不是大夫 这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没办法你想办法呀 你不是喜欢白灵吗 你不是想娶她吗 不能光靠嘴 要来点实际行动 实际行动 我请动计 坐下 谢谢 ragon 近队长 您来了 这我拿瓶氦鸣呀 一瓶 zehn队长 怎么了这是 睡眠不好 不该问的 别瞎问 我问你啊 这安眠药吃多少 才能让一个人睡过去 然后怎么折腾都不行啊 这 这我还真说不准 得问医生 可千万不能吃多了 会出人命的 行行行 我知道 赶紧我拿这 快点啊 行 就我让上 来 老杰 刚才那是前历长吧 干什么来了 还能干什么 拿走了我一瓶安眠药 安眠药 是啊 天小满仍旧沉浸在 失去老齐和香兰的痛苦中 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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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筒的安杀 白灵的失忆 如一团乱麻 明天真真是 讨厌 不讨厌 早晚会让唐电器 要前一批祸害 现在香兰和老七都牺牲了 我们和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我想把白灵争取过来 那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不然先把白灵送出去 那你送她去哪呢 我打算送她参加 共产党的革命队 一起抗日 好 今晚就行动 来 莲儿 来 喝杯奶 是以前喝杯奶 有助水乐 来 别浪费啊 这是我亲自给你买的 干嘛 没有 我们时间不早了 你该休息了 好 依妃 把我把灯关了吧 太亮了 明天自然能不能再进行 但你们俩百年 还能保证 你还能保住 尹尹 是 学一 你 不 早点休息 谢谢义妃 哥 怎么样了 谢谢义妃 高音乐 低音 ven 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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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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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